嗨 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昆仑流石 今儿啊 咱们聊聊什么呢 今儿要聊聊啊 就是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实际上呢 昆仑流石呢 是我的一枚藏书章 我一共有两枚藏书章 一枚是昆仑流石 一枚是四水流年 四水流年呢 是一位搞壮客的朋友 在前几年帮我看客的 我准备是四十岁以后再用 可是后来呢 发现第一枚藏书章呢 昆仑流石呢 我不舍了放弃 一直沿用到今天 后来接触到头条 这种用视频介绍自己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 昆仑流石太长 我的朋友就说 你是不是应该改一下 我一想要改的话也不难啊 因为这个家父给我取的这个字 我的字是一个字 这不是更好念 更好记吗 土壤子壤 没有土字边 这是我的字 单字名掌 后来一想 不对 不能这样称呼自己 因为中国人呢 怎么称呼别人 怎么称呼自己 是有一定的规矩的 是有一定的格式的 那么中国人怎么称呼自己呢 中国人自己称呼自己都是称呼名 是一种是一种虔诚 你比如曹操就说过 天下英雄有二 为始君与操尔 你看 他称呼自己为操 那么别人称呼自己呢 通常都是提到自己的字 在比如马超提起曹操的时候说 孟德杀我全家 此仇焉能不报 你看 杀全家的大仇 他也要称呼别人的字 也不能称呼别人的名字 也不能说曹操杀我全家 这就是中国的自古以来的礼节 当然 如果要是提及别人 最高规格是怎么说的 称呼别人的号 是中国提及别人最高的礼数 沃龙先生 凤厨先生 水静先生 这都是号 提及别人的号 是别人对别人最大的尊重 也就是说在大街上 突然人叫我 哎 昆仑刘石 我美着呢 昆仑刘石啊 这个名字虽然绕嘴 但是我自己也念习惯 说习惯 当年在网络上写博客的时候 一直就用这个名字 也不想改了 以后呢 我还会延续用这个名字 就这样坚持下去 谢谢您能听我聊天 我是昆仑刘石 您的关注点赞 是对我莫大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关注